场上的这种决心和信心 然后包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自己调整的这个过程中 确实能够感觉到 孙英莎比以前更加成熟 更加稳重 杭州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 王楚清和樊振东 贡献了一场特别精彩的比赛 征服了担任解说的许昕 在解说男单决赛的同时 许昕力挺中国女拼 虽然女队在亚运会 迟到了几场败仗 但在许昕看来 女队都是好样的 许昕单独夸赞了孙英莎 直言孙英莎敢于担当一号选手 她慢慢扛起了中国女拼的大旗 许昕还回忆了自己 跟孙英莎搭档混双的岁月 时光飞逝 那些精彩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很多球迷留言感谢许昕 感谢许昕对孙英莎的帮助 尤其是和孙英莎 配对混双那段时间 确实对孙英莎帮助很大 回头看来 孙英莎能取得如今这些成绩 那段时间确实很重要 如今 孙英莎逐渐扛起女队的大旗 而许昕华丽转身 可能任务和目标不同了 但都处在国拼这个大集体 希望国拼继续强大 孙英莎不断成长 当然也希望许昕继续为中国乒乓球贡献力量